好 稍后有更进一步的救援进度 我们都会随时的带你来掌握 继续来看到宜兰市昨天晚间 发生了一起对撞的交通事故 一部轿车在停等红灯的时候 遭一名酒后开车的男子逆向撞上 而被撞车辆上面有三名小孩 最小的才两个月大 让坐在副驾的妈妈气得痛骂 幸好车上五个人都没有大碍 警方到场之后发现 肇事驾驶浑身酒气 酒侧值高达1.46 红色轿车右转通过石的路口 但看看地上飙现 驾驶已经开到对象车道 一部黑色轿车才减速 要停红灯就被撞上 坐在副驾驶座的妈妈 担心小孩受伤 气得朝肇事驾驶破口大骂 警方上前安抚才冷静下来 而肇事男子浑身酒气 似乎还不知道自己闯下大祸 连坐着都摇摇晃晃 肇事红色轿车引擎盖扭去变形 被撞的黑车也很惨 车壳被撞碎 闪着大灯 驾驶顾不得车损 先将孩子送医 那一边已经在闪黄灯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直接从这边过来 然后我脚也是去插到 我都有戏 就是累到他们当下说 他肚子腹部很痛 然后有插到眼睛 13号晚间7点多 宜兰市县镇北路和中山路一端路口 受害驾驶在停等红绿灯时 遭到一步转弯不及 而开到对象的九家男子撞上 被撞车上一共5人 坐在副驾的妻子 手里抱着只有两个月大的儿子 而后座两名亲戚的小孩 都不到10岁 幸好都有些安全带 救医后没有大碍 车上的驾驶及两名乘客受伤 减销后报到场后 令即将伤者送医治疗 教室驾驶出部酒测值 1.46被易公共危险罪嫌 移送侦办 尽管有法律规范 酒驾意外还是层出不穷 也难怪让无辜用户人气得痛骂 我这样干嘛很狂慢 今天看一眼报导